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教会建立不起来 我说难度就在这一点上面 很多自以为是工人的人 要替神做牧师了 要替神筹划了 这样那样 这样那样 到最后呢 不但教会没有建立好 我把福音门也关起来的 我在北方看见这种教太多太多了 真是叫神伤心了 神要找出一个合国他心意的人 要带出救恩来 带出一个生命的寄宿来 谁肯在神面前找文会啊 谁肯看神的眼神行事了 这个寻求神的执意来的行事呢 我说人这么说 是什么神的执意 神的执意了 我不怕人物毁谤 不怕笔牌 不怕攻击 不怕牺牲 要把神的执意执行出去 我不是神的执意 你们在工位 在推选 我也不做 我没有这个力量 神没有托付 我就不去随便 建战处的工作 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当中 人充满强暴的时候 找出一个谁肯倒塌之影的行的人 诺亚 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在神面前找恩会 神啊 我这样做合乎你的执意吗 我这样说是你的心意吗 他们都去强占一切了 主啊 我应当去吗 他一看神的眼神 哎呀 我可不敢这样说呀 我可不敢那样做呀 我不敢那样做呀 我不敢那一个 你不给我 我抢 我不敢去抢啊 他们可以抢 抢我可以抢吗 我可不敢 我愿意贫穷一点 愿意卑微一点 只要我能喝到你的面前就够了 这是神所找的人 要找这样的人呢 带出心事带来 找这样的人呢 建造出救恩的摩执来 就能看见 神力之意在人间同行了 最多人同行了 诺亚在哪里 所以未有诺亚在一花眼前蒙恩殿 这是神要坚持诺亚的 一个大原因 大条件 这样生我们 我们恳不恳到神这一半事情 神既然是我是你的孩子 你把神救出来了 你说救命恩人 我一切言语行事 要讨你的喜欢 报答你的恩典 不能叫你伤心 不能违背你的旨意 你肯这样做的时候 神说我看中你了 不要你的才干 不要你的学问 就要你这个心 愿意讨我的喜欢 我就要用作你 在你的环境里面 要带出个心事带来 在你的环境里面 从你的生活生活 工作当中 带出救恩的路来 就要被人看见 这里有救恩 这种避免灾难之苦 这里能够逃生喜欢 那就有负连我 各位同工弟兄姊妹 我们愿神 咱们身上都有出路 能托付我们 接着我们 给救恩带出出路来 当神都到毁灭的时候 我们把救恩带出来 那就有负料 愿主怜悯我们 今天上午就谈到这里 这两节 这两节 唯有诺牙在耶和华眼前猛恩 诺牙的后代记在下面 诺牙是个义人 在当时的世代 是个完全人 诺牙与神同行 我们上午给弟兄姊妹提起来说 我想用这两三天的实践 给大家交通 就关于神救赎计划当中的 五次轮到建造的问题 这五次建造 都是一些大的时代 也是神的计划当中很重要的工作 但是事件很短粗 我不可能很详细的看到 这五次建造的内容 给我们的亮光和教训 我只能按照时间 大致地分排下去 这样只能说 两堂的时间 就看一个建造 我们三天只有九堂的时间 当然最后一堂 还是不够的了 很轮廓的大概数的 把最后的建造 就是圣城的建造 交通一下就可以了 我是诸徐可 圣灵带领我们 按这个计划看下去 可以说在三天当中 把这五个建造 大概地看完 如果圣灵特别感动我 但哪个建造里面 又特别亮光 我继续多交通一点 那么时间可能就要 往后边的缩短一点了 那是要求圣灵带领我们 我们求主引导 这两天世界 我能够把这一个 里面的感光呢 能够轮廓地 总的给同工们交通出来 作为你们的参考 就更好了 我们上午间交通的 要关于诺压 被圣拣选 被圣施用 被圣托付 带出一个大的时代的 一些情况 显示看到说 在他的时代当中 人都败坏了 人心里充满了罪恶 连小孩儿以后 从小就怀着恶念了 但神把诺压检选出来 就托付诺压 施用诺压 再出一个救恩的开始 我们看见 所以就托付他呢 怎么样实行救恩呢 希伯雷叔说 这是他未见的事 其实 人说没有看见 他看见呢 事情还没有来到 他里面有起事 是有亮光了 因为他有这个亮光 这个其实 就动了敬畏的心 由敬畏的心 就是相信他 托付他 要造一支房舟出来 房舟造好 就是说 这个当时的时代 是结束的时候 诺压造房舟 这个工作 是一个伟大的工作 也是个重要的工作 我们有很多时间来看到 详细的 诺压造房舟的工作 房舟的预表 房舟的建造 我没有办法都给他看出来 这个亮光 但是我们先看到说 神怎么样托付诺压 诺压 怎么有动力 有智慧 来造这个方舟 希伯雷叔讲得很清楚 因为他相信神 神给他指示未见的事 什么未见的事呢 当时时代充满了强暴 谁强暴 谁可以得好处 谁可以在人上边得益处 好像人有强暴 为人生观的标准一样 我要能够强暴 我的一生就没有往活下去 得着我所需要的 要别人惊艳我 别人惧怕我 可以得到权 得到财 得到事 得到肉身的享受 这当事人的观念 人生观这样的观点 但是呢 诺压这个人就不一样 我的人生 是以神的之意为念 为什么呢 因为他看见了未见的事了 什么是前面这样发生的问题 快要领导的事情 什么领导呢 人生不能光看现实了 现实不是标准 要看什么呢 西班牙叔说 看为人的结局怎么样 看一个人 不能光看现在怎么样 要看他为是的结局 为人的结局怎么样 最后到什么结局 这是没有当主意的了 不看结局 光看现实 我们会受迷惑 会受隐诱 会受激动 要和人逼高敌 你有本事 我也有本事 你会强暴 我也会强暴 你能怎么样 我不抵御你 我有我的本事 但是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 他不这样看 你强就强吧 你强就拿去吧 你能享受你就享受吧 我是活在神明定的之意当中 神明定我走这个孤单道路 走这个贫穷道路 走这个卑微道路 我只不在神的质疑之外 另外改变我的生活方式 这是一个被神看重的人 这是一个蒙神嘱咐的人 换句话说 你的蒙神简险 蒙神托付慎用的人 他的唯一的原因 诺鸦那个时代 叫人难以想象 人用销售怀的恶念 你中心说事情 禁斗使恶 反弃作恶 是平常事情正常的现象一样 有一个人不反弃不作恶 一个人不强暴 那么样舍己 那么样前辈柔和 容让别人 这种反常现象 人看他是个傻瓜 他不是食物 好像这样情况一样 但是诺鸦 不管你们怎么样论断 你们怎么样评论我 我知道我的人生观是什么 我的人生有目标 有准载 什么准载的神知是我的 前面的路 最重要了 你往哪里去啊 你得什么结果呀 你这样情况 你的人生后边想到没想到了 人不是光活着三十年二十年 就够了 人不是光肉侵日活着 无知日活着 你的灵魂往哪里归宿了 你的生命什么结果呀 这是诺鸦 所以和众人分别出来的大动力 在这一点上面 我们也是如此 在世界混乱败坏黑暗的时候 我们能吃熟我们的公正 吃熟我们的虔诚 保持我们的圣洁 什么动力呢 我离职要圣洁 我离职要 好像要别人更公正 那是不行的 你离不了这个志 离职也会失败 用思维都是一样的人 都是那样的生活 你们还能分别出来吗 但是我们仍然能够 站住和别人不一样 不与人通流何物 不随流浮沉 为什么呢 不是我自己想象的 我自明清高的不是的 我有动力 什么动力呢 甚至是我未见的事情了 我认为我往哪里去 我的结局怎么样了 主耶稣快要把路程走完的时候 给门徒说 我要回到父那里去 上面说 我知道我往哪里去 那条路我也知道 你们却不知道 好 犹太人是不懂得了 你这个拿撒人的耶稣 怎么这样特别的很呢 不随大流的 你可被安息地治病的 其他人都不可以吗 偏偏的安息地把人病治好 找犹太人反对 你讲到为什么要反对 法律在人的 反对我们的传统习惯的 我们宗教传统习惯 几千年传下来了 你这个农村的先知 什么了不起你了 你讲到要宅被人家 你家吗为善 这不是故意找人反对的吗 是这样情况吗 主要是要怎么样 表明自己公正 自己清洁 DTP他们更虔诚 更懂得道理 不是的 他们不知道他们 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就是说 我知道我从哪里来 回到我府哪里去 因为我的来路知道 我的归宿我知道 所以我就不能够讨你们的好 不能随着你们那个舆论情况 你们的风俗习惯 一同做个人 我怕你们反对 我就不讲真理了 怕你们反对 我就不改变你们的罪恶了 不可能 你们反对 你们不晓得 为什么反对 你们强暴 不知道为什么强暴 光到眼前的 得出好处了 那是危险的很 在过不多时候 或者三年五年 十年八年以后 最多过七十年以后 你的结局又显出来了 就那今生显不出来 到来生怎么样 你能遮备神的眼睛吗 能要神不审判你吗 这个你掌握不到吧 眼光太浅了 人哪真是没有眼光 为什么犯罪呢 为什么和世人同流合污呢 眼光太浅太浅了 看不到前面的 我常常思想 在二十年代 三十年代 有那么少数的圣徒们呢 他们真看见了 真真给他们指示说了 前面的路怎么样 他们照神的话说了 要辩卖一切更充足 不要田地 别人听命的花草表 卖田地的时候 田地不动产 这要田地多了 你的生活不成问题 你社会地位不成问题 都有保障 但是这些生徒们呢 忽然看见主的话说了 有钱财的人 难进天国呀 财主难进天国呀 骆驼穿过真理眼 比财主精神的国 很容易的很呢 他们信这个话 他们动了敬畏之心 又当大帝主的 把田地卖掉了 当大军管理 辞掉不干了 当大教师的 不教书了 工资 高级工资不拿了 为什么呢 要来敬畏神 过一个真正的 合乎神之义的生活 无知缺乏 人生潦倒 没有人看得及他们 讥笑他们 他们迷了 糊涂了 甚至还诽谤他们一端 是邪灵了 他们说 不管你们怎么讲 我们里面看得清楚了 知道 人生的价值在哪里 他们依然决然地 在那个 这个黄培的山区地方 山野地方 坐在个很简单的 小茅棚子里面 做什么 祷告 敬畏神 被祝感动 传传福音 生活呢 像飞鸟一样 逃犯为生 当时就三四个弟兄们呢 今天你逃犯 逃活了我们四个人吃 多了吃多 少了吃少 逃不着就不吃 但这不是我们生活的指靠 我们以祷告读经 敬畏神 这是我们生活的中心 谁也没有想到 他们的坚持真理 怎样做下去的时候 真是震动了整个当时的时代 那些心都受感动了 我没有倒好讲 他们知识也是 但是不是很圆活的很 都没什么大的恩赐 分心恩赐 但是呢 人的心被震动了 为什么呢 他们路和别人不一样 众人都在 谈求世上财产夫妇的时候 要有田地的时候 不要了扔掉了 名啊利都不要了 做一个穷苦人 好像逃跑不如乞丐一样了 这样的人生什么人生了 有的人不理解 但是呢真正从良心里面受到震动了 他们这样做真是 要人难以理解了 是啥了吗 是疯了吗 是想错了吗 不会吧 有学问的人 有地位的人 还有年轻人 都不超过三十来岁的时候 过了没有多少年 发现他们的路没有走错 别人呢 不但发现自己路走错了 想从错的转回来不及了 为什么环境改变了 不少基督徒呢 若在地独立成分当中 若在一种官僚的成分当中 收尽了欺压 收尽了痛苦和羞辱 不但他们本身如此 他们的子女 几十年当中呢 在人群当中 他们的环境时代当中 没有地位 投胎不起来 这时候人才发现 那一位弟兄 怎么这么的亮光了 怎么看得这么清楚了 跑到世界前面去了 早都看见了 他们怎么看见了 有智慧吗 不是智慧 神给他们起始前面的事 他们动了敬畏之心 知道说人的价值不在财富里面 人的价值不在那些名誉里面 不在权力当中 而在敬畏神 所以神救他们脱离了大的患难 并且独立命因此的荣耀 像这些见证 过去的故事 那倒是空的吗 是假的吗 事实告诉我们说 敬畏神的人啊 真是有智慧有眼光啊 所以神就托付他们 这种他们 在中国教会当中呢 带着个新世带来 有不少的弟兄姊妹跟着上去了 所以他不是很多 有一部分人跟上去了 这一部分人 成了被神适用的人 说什么 带出救恩的路来 带出福音的路来 我是88年第一次到内蒙去 他们邀请了好几年呢 我去了 一去呢就发现他们有 那么多信徒 还有很多全世界侍奉神的人 他们的全世界侍奉神 真拼信心啊 他们生活困难 你不怎么南方呀 经济富裕了 内蒙地方 这种边疆地方吗 生活江湖的很 还甘心洛义 本市的价格充足 还有人为主牺牲的还有 我就很受感动 就问他们啊 你们怎么这么样蒙这么大的文殿啊 这想想不到的了 在你们的环境当中 从前是边疆地方 福音都传不过来 外国人来看福音失败了 中国人很过来很少 怎么你们在这边 这么多人信主了 谁怕把福音传给你们呢 你们怎么信的主呢 蒙这么大的文殿呢 还能跑到我们的前面去了 跑到通道前面 你们乱放下一鞋 全世界传世家的福音 跑到外蒙去传福音的 都蒙这么大的文殿呢 他们在告诉我们 这街坊出去的时候 有一些 不是很多 有几十个信耶稣的人 从内地从山东 被钱送过来了 叫下放 做什么呢 叫做生产劳动 不能在一起 一家分一个 一个村分两个人 你有家庭呢 你个家 没有家呢 在群中当中 都监督劳动 兵前来的时候 都给他们说了 你们去搞生产去 你们在一起 即刻在这里面 做什么 共同生活 信你们也说 不许可 我们环境改变了 这是宗教迷信 你们拿这个影响 好像你们的环境 影响这个整个的 整个大的国家 现在不是你们实在了 不许你们这样做 你们得根据劳动 过你们的生活 老老实实劳动生产 我们不相信 上帝创造万物 劳动创造一切 不劳动 不行 被枪拍 劳动 当给你们 你去的时候 只准生产劳动 不准宣传你们的宗教信仰 如果你们谁反传 宣传宗教信仰 发现呢 当现行反革命处理你们 这样被分到我们的地方来了 他们刚来是苦的很呢 难的很呢 但是呢 慢慢过下来 说他们影响人 越来越多了 他没有开口传福音 传他们的耶稣 但是呢 他们的生活行为 让我们受感动了 和不一样 他比我们更穷 整个地球比我们更低 和反差不多了 但他们呢 欢欢喜喜的 高高兴兴地这样做 不但如此 并且常常来照顾我们 他说了 我们内蒙利国学人呢 没有豆腐吃了 不会做豆腐 他们来到以后呢 到过年过节了 买一点黄豆 做豆腐的 我们很稀罕呢 豆腐我们看 比肉还好 内蒙的吃肉不容易 不困难吧 羊肉牛肉做得很 吃豆腐很困难 他们呢 好容易弄一点钱 买的黄豆 做豆腐做好以后呢 到过年以前呢 这家送两斤 那家送两斤 刚开始我们想 是巴结我们的吧 拍我们的麻痹 怕我们对它不好吧 我们用什么地方 去给他们去歧视 但是再次一看呢 没有任何目的 没有任何歧途 就是愿意呢 我们不会做豆腐 希望吃豆腐的 不会做 他们愿意做好了 分给我们 也不要我们的钱 不要我们的报酬 我们稀奇的很啊 你为什么这样做呢 什么道理呢 他们说 我们看你们是我们的弟兄 我们爱你们 这种话我们也听见过了 还有神爱我们 我们看着像弟兄 我们是蒙古族了 或者我们是边境人啊 你们从内地来的 你们是文明人啊 看我们像弟兄 爱我们呢 为什么爱我们呢 怎么爱我们呢 这样爱我们呢 为什么道理呢 他们才说的 你们从前是干什么的 问你们 你们在那边干什么的呢 为什么到这边来的呢 才讲出来 我们是信耶稣的 耶稣的爱吹出了我们 所以我不能够不关坏你们 这一讲出来 我们也把他们信仰讲出来 光讲他们是信耶稣的 耶稣的爱吹出他们了 我们心里受感动了 没有这样的人啊 我们一生一世 没有朋友这样的人 哎 这个耶稣啊 这样爱我们呢 我们开始靠近他们了 不敢公开的讲 慢慢的问 又问他们讲出来的 我们一听 这么好的信仰啊 这么好的道理了 我们为什么不相信呢 就这样子 一家一家信了主了 很多人信了主了 所以现在呢 福音这样复兴 他们还没到礼拜六里晚上 说什么呀 偷越过境了 正偷越过境到外蒙去 你们外面连着了吗 去传福音 很多人信了主 教会建立好 礼拜六晚上去 到礼拜天晚上夜里再跑回来 最晚会什么邀请我去的 我说我还不敢去 你怎么去发呢 这国境现在又没有训络兵了 若发现的话 你不是偷越国境把你打死了吗 我们祷告 有感动有托福 虽然是内蒙外蒙 那么还有我们的亲族了 有同意的血统人了 他没有听过这个福音呢 没听过耶稣什么情况 这么好的福音呢 不传给他们 我们心不平啊 我们就观察训络兵来往的时间 他不是一直住在旁边呢 他又带着精权训络 过去走过去了 我们就赶紧跑过去 带同胞们当传福音 蒙族当传福音 有人相信了 慢慢有很多人相信了 给他们设立好教会 到礼拜天晚上夜里 侦察他们那个训络兵又过去了 我们再跑回来 经常这样 到现在还这样做 这国小谁带出来的呢 就是那一些 早看见神亮光的人 放下一切跟踪主的人 不以天才为他的依靠 不以财富为他的夸耀 就要尊行圣的旨意 所以把福音门打开了 旧恩路铺起来了 不但是在中国情况 我想从世界历史也看到了 像摩拉威迪兄会一样 清教徒受排害的时候 没地方逃 得过这个信心托福 他有财产 他发现说 我应当把弟兄姊妹找来 从英国 从法国 从比利时 从荷兰把他们找来 他们受排害吗 不得自由吗 不能按照圣经的信仰 来过他们的树林生活了 要听国教的话 听国王的话 这个违背圣经 要不听也要被杀 就被捉拿 他把他们找来 住在这地方吧 这就是你们的家 你们一同侍奉住吧 这不是我的财产 是我们共同有的 后来去了有四万多人 一同过共同生活 这是有名的 摩拉威迪兄会的开始 他们在过共同生活的时候 会让圣灵感动他们 应当出去传福音 发现了个新大陆 还有非洲人 没听过福音 非洲是一个野蛮民族 和人是人的环境 那种情况 他们就受感动 就出去传福音 有很多人在大西洋中 在帆船被风吹过 以后依然是在里面的黑油 有很多人到非洲传福音 被富人吃掉的也有 但他们没有灰心 一直把福音传到美洲 传到非洲 这样子呢 把福音路打开了 美国来的时候 是这样的 美国嘛 当福音传去以后 突然行到耶稣以后了 有些欧洲人都去了 然后呢 又兴起个国家来 这历史告诉我们呢 这些人为什么能这样做 这么大的工作呢 这么伟大的事业呢 不是事业 给他们针脱 这样做法 没有事业心 不是大工作的 做伟人的心 没有什么样 因为他们看见了 人所没有看见的事情 人所看不见的其实 见了未来的事 动了敬畏的心 用敬畏神的缘故 我不依靠肉体的一切 不依靠舒适的财富 不依靠人夸耀的财产 名誉地位 不要这些 我要为生命的代价而活着 要把福音传出去 所以把救恩带出去了 不但大的环境是如此 小的环境不是如此吗 也是如此 我常思想我的亲生的妈妈 我很小 他因为受了感动以后了 用这些人去传分 去领分行会 不会讲道了 就是做监政 做什么监政的 像这个大军官呀 他是冯一祥部下的师长啊 当大军发冯一祥嘛 和江洁是对抗的了 江洁是还胜不过他了 他的一个师长 他忽然认识主耶稣了 才36岁啊 马上把师长辞掉 坚决不干了 做什么 跟踪耶稣 要传耶稣的福音去 人看他不是傻瓜了吗 不是发疯了吗 当时一个军发出的师长 是全力合同大 他一个师长管三个神了 他司令部都在西安市吗 管河南省 甘肃省和陕西省 这他一个人管呢 认识耶稣以后不要了 坚决辞掉了 福音想哭嘴劝他 我也是基督徒 我要信耶稣 我想你怎样信 你耶稣发着信 我能发着信 好不好 我帮助你 把他军队都招来 然后你赞耶稣吧 我支持你 你传完道 问他们 虽然信耶稣举手 有没有国效 我成天成天的人都举手了 时常信我还不信吗 总是令支持了 谁不愿信耶稣了 他说冯将军 你是那样传耶稣 我不是那样传耶稣 耶稣是一个无产无业的人 为劳动群众在一起的 他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 自己定时的价的 牺牲的 我要效法主耶稣 所以毅然竟然 把事章辞掉了 怎么传福音呢 那么就做一个逃犯的人 到了甘肃省 逃了八个月的福安 当然逃犯不是主要的目的 是要传福音给他们 因为他们甘肃省地方 人太苦了 到现在韩城苦得很呢 北方的甘肃省 南方的贵州省 贵州省这经验比较好一点 传福音多了 但甘肃省的福音 还是很难传 我也曾经去过一次 交通不便利 人们那个生活呀 和我们南方不能相比 可以拿一句普通的话来说的 我们在天上 他们在地狱呀 大概早好几年 我到林平去过一次 林平就到了杭州过去 叫做聚会 聚完会议后了 等聚会当中 不要再去吃饭吗 这一个台子上面 做了十来位弟兄们吃饭 在谢后饭要吃饭呢 有两三位弟兄打哭起来了 我一看他们一样 都不像南方人 哭里就是不止息了 我们都不能吃饭呢 后来就当地弟兄问他 弟兄们你们为什么这样伤心难过呀 我们这种爱心宽带你们 你们还不应该感谢主吗 他们说了 为什么哭 我们受感动的哭了 这种菜 这种菜 我们一生一世没有见过 不要吃过了 见都没有见过 你们肯定得招待我们 我们都不受感动了 就这种情况 为什么呢 他们临平县的教会呢 大概是受感动 每一年安排传福音的人 大概一年两次吧 大部分人到甘肃省去 传福音教会支持 学长半个月二十天 传福音有人信了主 把他们安排在一起聚会 回来两位再换两位去 这样的情况 所以很多人信了主 这三位弟兄们 当地教会当中 凌生最长的弟兄们 已经信主将近两年了 一年多了 他们把他带到南方来 在南方教会里面 过过肢体生活 让他们尝到独立 背着相爱的情况 这样带过来了 他们北方那个地方 一方气候寒冷 另外他们也没有习惯去 他们洗澡了 身上好像是一种气味 南方人受不了的 都能安排好洗澡 无论如何不洗澡 说也不洗 拉也不洗 后来弟兄们说不行了 你一定要需要洗澡 这是卫生关系 这个弟兄强派他们 要脱他们衣服洗澡了 一脱衣服发现 每个人身上 戴一个匕首 这么长 就问他们 你们在这干什么的 你们信主一两年了 还在这干什么呢 他说不瞒你们说实在话 你们这样爱我们 还不理解 我们来的时候呢 我们教会说了 怕是要我们上当 你们不是好心带我们 还不能卖我们 还不能怎么样 怎么样要欺压我们呢 给我们说如果不对 你们有自为武器 可以给你们干 你看到这个地步 弟兄们就哭了 哎呀 你们像我们独立外 没有任何坏心带你们 放心吧 你要到这样逛街 所以他们那边呢 思想不开化 生活将苦得很 那在三十年代 更加苦得很 那这位市长呢 把市长辞掉以后 就是到他们 当传福音去了 当传福音时候呢 别人不相信呢 这个人年轻少壮 三十几岁 昨天大官 今天当教华子 不像吧 穿着衣服好像旧衣服 也不是破衣服了 那个面孔也不像 走路姿势也不像 大市长不是有派头的了 这个人怎么是来逃犯的了 有人见过这个赵市长了 或者训过话 来往过了 这个人很像牧师长一样 他不可能 大市长这么逃犯的了 后来又看又像 别人就猜想了 是那个市长 他姓赵是赵市长了 这么来逃犯的 肯定得及总司令了 总司令把他打下来的 现在熬了熬了 然后今天下放了 说不定过一年半载 总司令把他调回去了 官府原职了 这么一想一下 结令的话 好了 财神也到门口了 是不是呢 是当萝卜到门前了 你逃犯了 不你逃犯了 到家里面来吧 演戏摆起来了 他自己说了 还有人拿相供来迎接他的 他一发现这个情况 福音不好传 这样人信耶稣的话 不是真信 是假信 信我的师长 信我将来在官府远之了 找到我 赵市长了 你当年逃犯在我家里住过吧 我请你吃个宴席吧 帮我一把忙吧 这个目的啊 所以说说 我不能再这样生活 就偷偷地跑掉了 跑到山东 这山东人 回到山东 山东有个泰山 不是泰山旁边 就遇见那两三位 大地主 大教授 当教授的 当一个大官的人 他们是放在一起 在泰山桌子下 一个小草棚子里头 进行祷告的 听见他们的情况呢 他也去找他们去了 那么这四位弟兄呢 就真是志同到 和同心合意里 过一个虔诚祷告 侍奉主的生活 慢慢地教会听说了 当权阶级是不相信的 一端 不要和他们接住 接灵 信耶稣 当时传天安福音 信耶稣可以不生病了 真可以发财了 他们这样信耶稣的人 这样敢信耶稣的 这个福音关门了 不可能有受影响 信耶稣的 都这种认识 但是慢慢地信徒发现了 他们不是走错路了 也不是异端 也不是受邪灵了 他们真正是设计了 都是家道路了 所以都要照他们 谈谈你们的过程 怎么到这个地步了 怎么大地都地不要了 是个秀才啊 当时是个秀才不是 旧社会当中 这田地多的很多 都不要卖掉了 过这穷日子 你打管都管不着了 过这穷日子 为什么到这地步呢 他们一座见证 弟兄弟们大受感动了 教会复兴了 去一个地方 一个地方复兴 就这位市长 到了我的家乡 他说我的父亲 已经遭信主 妈妈就刚刚信主 那么去听他 几座见证讲道去了 一座见证 大受感动 哎呀里面很受感动 很受光照 去完会到家里 给我爸爸讲 你给父亲讲 他公公了 做什么呢 分家 我们家是个地主了 我爷爷在时候 好几百亩田地 油厂 粮食行 棉花行 这个叫白货公司 那叫杂货店 都有了 当地是个二号地主吧 我们不当官就是 他不当官 我父亲弟兄三个人 连个叔叔还没有信主 所以我妈妈说 给我爸爸说 给父亲讲分家 分家干什么呢 你听见没有 人家把道路走上去了 像耶稣一样 穷家荡产的 要为主传福音 管都不做了 大事章都不干了 你还享受到地主的成分 这个地主的福分 那这个三十年代初期 封建气味非常浓厚的社会当中 怎么可能 我父亲说 这个不行 到底是到底不错呀 行不出来呀 妈妈说 怎么人家行出来了 你都行不出来呀 你也不是官 你也不是大地主 你爸爸是地主 你情业制 你不是创业制 怎么行不出来的 父亲说 肯定 爸爸不同意 这个财产不是我创业出来的 是爸爸创出来的 我这情业制 我哪有权利叫父亲分家呀 但是妈妈说 你要不要当基督徒 要不要跟从主 当然是基督徒 我父亲已经重生了 知道了 主不会对我这么严格的 主不定严格 你要想进天国 你不找主力说 主力吩咐而行吗 那我不敢给父亲讲 要让你去讲吧 我们想想看 今天一个年轻的和女子 在家庭当中做媳妇 有权利讲话吧 可以给公公讲话 不是 听懂了吗 那个封建社会当中 一个年轻的媳妇 在一个大家庭当中 敢不敢给公公讲话呀 提出要求分家呀 这破天荒的事情也是 所以妈妈 不得已只好给我爷爷讲 这一讲不得了 爷爷大发雷琴 我信耶稣已经十几年了 你才信耶稣 你看我信耶稣 耶稣祝福我了 从来我天地没有这么多 我天地越来越多了 我也不是真家信徒 真信徒 这么多粮食了 我十分之一献给耶稣了 献给神了 我礼拜天什么都不敢去做礼拜 他一生一生这两点收住了 十分之一做礼拜 到礼拜天工人放假 搁埋子不搁埋子 下午再搁 上午去做礼拜去 你不信耶稣的话 你休息好了 粮食打好以后 收粮食以后了 他在场里坐着 装口再装了 一代两代 第一代摆这边 第十一代摆这边 都装好了 用车子拉 拉到礼拜堂里去 给传道人 因此逐天他祝福我了 你看我弟越来越多了 你这个年轻媳妇 刚信耶稣几天呢 叫我坟家坟家干什么呢 你说便卖一切 跟从耶稣去 你有什么道理啊 什么耶稣了 所以大发雷霆 不但骂他 叫我叔父 又逼派他 他就没有办法 不能在家里生活 逃出去了 这个时候呢 在我们那一方 不但在我们那一方 包括山东山西也有 大概不到二十个年轻的姊妹 都因为信耶稣的缘故 被家里逼派出来了 封建社会吗 你信耶稣以后 第一个大师探领到了 那是封建社会 大家庭多了 没有小家庭 都有一个家庭 要寄足吧 要排位了 祖宗 接待祖宗 立下排位 到初一失误了 向排位烧香 上供 特别是大年初一了 一家人呢 家长领主 向排位烧头 为什么 这样是敬拜祖宗了 那么我们这一家人 第一个是说有道德了 第二个呢 能蒙他们的身保护 谁敢 年轻的女孩子 谁敢不烧头啊 不去拜着家神呢 你说信耶稣不拜家神 不拜偶像了 怎么可能啊 但是真正蒙人的人 就不愿意做 用不愿意做的缘故 特别是女孩子了 所以在家里面 都做笔派了 你社会也做笔派了 笔赶出来了 你的身体逃出来了 无家可归 当时有不到二十个年轻的姊妹 我妈妈也是一个 她年长一点 三十多岁了 就到处漂流了 哪里有聚会了 跑去聚会 既然环境好 聚会不是长期了 十天半月 三会了 没地方去了 重庆东长西多 这位赵市长 发现这些姊妹们 无家可归 就用大概是募捐 不是怎么样 卖了几十间破房子 是汽车站 中日战争开始了 公路停止了 没有汽车了 破房子买下来 把这些姊妹都收拿去 在那里过共同生活 生活非常艰苦的很 或者妈妈把我偷出去 也把我带去的呢 团体当中生活 生活两三年 影响给我很深啊 生活很艰苦 我在里住两年多 将近三年 没有吃过馒头 北方是没有大美丽了 连面粉都很好吃到 和椰菜汤 为什么没有东西吗 没有人供应吗 当时教会没有看法 你们这般人走错了 耶稣不祝福你们呢 有好家庭把他家里过 跑出来 所以没有人 不念他们 就能不能生活 后来这位赵叔叔 在世上活了八年 三十六岁 蒙读的恩导 奉下一切 赐下官职跟从主 过了八年以后 被读戒取了 八年能做什么工作呀 教个神学生的话 我也不能 能培养成很好的学生吧 没有想到 这二三十位弟兄姊妹 真受他的生命影响 连我也受他影响 那时候我没有没有恩典 他从小他那个生活行为 到现在我想起来 在我脑子里面 历历如晦在我跟前 真像神仆人样子 人是很瘦弱 但是呢 每一天是有敬虔的态度 眼睛看看什么人 哎呀你的心受感动 有两件事叫我得非常受感动的 一生一世忘不掉的 我是小孩才五六岁 有一天在院子里玩耍 整玩耍的时候 有点敲大门呢 有人去开门 一开门 有两匹 两个武装军人来了 七两匹马 一匹白马 一匹红马 红马跟在后边 全副武装军人进来了 他不是要逮捕什么人 警长们就问 赵市长在哪里 我见赵市长 我不懂什么叫赵市长 当时想 不许这个书是当过市长了 不知道太小吗 没有个印象 也没人跟我讲过 找赵市长 谁是赵市长了 过一会忽然 这位赵叔叔出来了 穿个旧大褂 长褂不是 面固非常瘦的很 经常导播进食嘛 这个人 武装人员 一见这个市长 就赵市长 爬舌经理 报告赵市长 我们团长开调会 派我来请你回去 从你离开我们的失忆后 常常打败仗 团长说 你领导得好 派我来请你回去 这些意思我挺愿的 话不是这样讲 我挺愿的 要叫赵市长回去 等市长去 这位赵叔叔说 请你到里面坐 他们到屋里去了 我看在院子里玩 大概不到两小时时间 这个人出来了 忽然给那个前轰马的 是个警围 前两匹马在门口站住 等他的 我就喊 过来过来 那前轰马那个人就过来 啪是个警力 包括营长 什么吩咐 我才明白 这个人是个营长 他讲过以后 这个人呢就把 武装带衣服 帽子衣服 统统都脱掉了 还有武装带 这样 武装带还有小小小小 短的这个匕首单 这样的情况 统统拿下来 给那前轰马说 你拿回去 给团长们说 我不当你们的营长了 我跟赵叔叔呢 跟赵赵赵院 赵赵市长了 跟着 当耶稣基督的精明 你回去吧 就这样 这个人 不离开赵 赵叔叔了 一生一生母于离开 一直到文化革命当中了 他为了川夫人 在山西省喉马市 被轰一钉活活打死了 为主寻到 但他那个表现 也很受影响了 他就营长了 怎么给赵叔说谈了一回话,营长都不做了,我帮大家不要,统统不要了,叫那个拿回去了,不做营长了,怎么跟这个赵士长呢,要给耶稣做精兵了,这件事印在我脑子里面了,到现在还忘不掉,那感化力多强得很呢,他不是有权有势了,人那么瘦弱,生活那么艰苦,谈了一小时的话,人生观改变了,什么力量啊,还不是那赵士长的生命的感化力啊。 这是一件事情,要从小印在我脑子里面的,还有一件事情,也是那个时候,也是一天下午,都在院子里玩,忽然有人从后面跑进来了,大人喊救命啊,救命啊,回头一看呢,是我们这个团体的一位弟兄,看他赵大哥,赵大哥救命啊,救命啊,赵生在院子里站住,他跑到这边不是,抱住腿,赵大哥救我的命啊, 那这样喊说,后面一个人追过来了,拿了一把刀,国庭哥当兵,大刀不是,拿刀跑进,追他来了。 可是我一想到,这个赵叔叔呢,匆匆庸庸庸的,一天不惊慌,往前一站说,这是我的弟兄,我没有教育好,他犯的错误,说我有这人,你先把我砍死吧。 就这样讲,那个人怒气汹汹的了,把刀举起来,要砍这个人,已经到了赵叔跟前,相差不过一步的问题了,刀就一落下来,就把人砍伤了。 在路级当中,那个人呢,抱着赵叔叔腿在这边站住,地上蹲住,就喊赵大哥救命救命了,那个人把刀举起来,当这个赵叔这样讲起句话又,他手一松,到趴他掉到地上去了,他也跪下来了,抱住赵叔叔这个腿,那个人抱那个腿,三个人抱成一团, 到处来,两个手把两个人脖子,三个人哭起来了,哭了以后起来,那两个要杀人的和被杀的,愁人一样,挪住手了,哭起来了,被杀着,被安着,向那个人认罪,我对不起你们,我是对对你们的,那个人说,哎呀,我明白了,基督的爱,算了,我再不计较了,你说我好弟兄,这个印象,在我的印象,多深得很了,我怎么能忘掉呢,是什么事情发生呢, 这位弟兄到那个弟兄家里去了,他们一家都是信主人,他父亲是当地家伙的长老,他的哥哥去世了,比较少少一个人,年很轻,这一天呢,这个弟兄到家的办事去了,就是单独的和他的少少谈话,这封建社会里面,刚刚年轻的寡妇,哥哥去世不多久,来一个没生人不是男子了,和他少少谈话,因此他弟兄一看就生气了,摆下我的家风,就要杀这个弟兄,他就跑,他就追, 是这个背景了,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三个人包成一团了,回到后来,仇人和那个杀人和被杀的人,我就守成为弟兄了,这个印象,要我怎么能忘记了,或者思想,这个赵叔叔,实际上没有左,他呢,生命的感化里超过,军长超总司令超过,原帅也比不上他了, 仅仅八年,培养了三十几个弟兄姊妹,后来回到山东,那一个接触家庭都合在一起,一解放以后呢,把他们都分散了, 我说分散了,还有一个背景,在全国还没解放以前,就他们老家人告诉我说, 当时的周总理听说了,就这个团体,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了,和共同生活,什么人里面有大学教授,有医生,高级医生,有地独什么人,都不要了, 还有一些农民,一些文盲,一些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的话,融洽得很,都能很好的生活,没有搞什么特别特殊待遇,吃一样的饭,干一样的活,过一样的生活, 真的吗?不相信,派干部去了解,去调查,回来汇报说,果然是这样情况,一点也不错,人家真过共产主义生活了, 他们一想,我们得为社会主义奋斗的,还没影子呢,全国还没解放呢, 他们不能已经实现了,我不相信,基督教的科学主义,共产主义,要科学共产主义的, 人已经实现了,说明说,基督教信仰没有错吗? 可是,他就说一句话说,如果全国都解放了,这个团体不能存在,第一个被砍倒, 如果不砍倒的话呢,打我们那儿的光子,这他们老年人听得告诉我的,话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用枪杆打社会主义的,还没达到的,人家呢,用信心,用信仰, 我们反对信仰,就能把共产主义社会实现出来,地球里面有医学博士, 有做大教授的,有做大官,大地主人,都放弃一切了,不然人不多就是了, 有些农民,有一些无知无失的人,与此不失的人,生活在一起,那会已经有四五百人了吧, 能生活这么融洽的很,对此没有纷争,没有基督, 待遇是通通待遇,你再能干,不会比别人享受更多一点, 你不能干,你没有力量干,也不会缺少你的待遇, 这个团体要是不能不受感动的,所以他们真的把它分散, 这一分散的话,正成全世界之一, 内蒙,黑龙江,分析一部分, 他们再不能过信仰生活了吧,那小弟呢,这一来把福音真传出去了, 九零年我在东北的时候, 说一件事件,身判我的人说, 有时候到东北来啊, 我说一方面主感动我,二方面呢, 我听说东北信仰是很多, 我不大相信, 因为在我思想当中呢, 东北这个地方, 信仰的自由和我在南方一条信仰自由的意义呢, 不相同的, 为什么呢, 我说在我想想当中, 六七十年来,这个地图上面没有信仰自由, 从前日本人占领着, 跟信仰自由吗, 军国主义没有信仰自由, 日本投降以后呢, 苏联红军来了, 还有信仰自由吗, 不要提了, 红军走以后呢, 就老街放去了, 你们给信仰自由吗, 没有, 现在虽然信仰开放了, 我们这边的信仰含义了, 和我在南方说灵术里, 内容不同吧, 他说你说估计的也不错, 但事实告诉我们呢, 这本信仰就是多得很, 我们黑龙江神, 信仰特别多, 我们也莫莫其妙, 为什么这么多, 老是告诉你, 法院里有你们基督徒, 我们局里面有你们基督徒, 看书说里面的干部, 还有你们基督徒呢, 不信到时候你都知道了, 果然不错吗, 我在看书说里助理的时候, 有一天下午了, 果然来一个干部, 把天门一开, 要整理过来, 过去以后呢, 他给我小盘子, 里面装一枝馒头, 一块咸菜, 那吃不饱吗, 他吃那个玉米粉的, 两颗一心呢, 穿着一心, 他叫窝窝头一样, 这么大一个, 还是吃不饱的, 他给我一个馒头, 白馒头, 还给我咸菜, 我说干部谢谢你, 他这么说法呢, 你不要害怕, 不要忧愁, 我妈妈每天为你祷告, 我明白了, 她是基督徒, 那法官的话也不错, 法官本人也说了, 我们一家人都信耶稣, 我慈悲五六个人, 我说你呢, 我没有信, 你和他们这么生活呢, 我尊重他们的信仰, 吃饭他们要祷告在旁边, 听完我在吃饭, 见爸爸妈妈, 晚上也先祷告, 我尊重爸爸妈妈, 但我一句话不讲, 我是无神论者, 他也这样说嘛, 为什么他们这么多信耶稣, 我们也莫名其妙, 调查下来的话, 就是在街坊出息了, 从山东啊, 分来来有, 大概二十几个信耶稣的人, 他们呢, 要把耶稣生活, 所以这会把他冲散, 分到这边来了, 叫他们来搞生产的, 艰苦的很, 结果他们的, 把他们信仰福音呢, 在黑龙江传开了, 这到现在, 东北三省黑龙江, 是福音最兴旺的地方, 我就想, 这个赵叔叔, 把十张赐掉人生罗伯来啊, 可没有价值来啊, 是不是呢, 为了信耶稣的缘故, 管不做了, 全不要了, 还有什么人生了, 你能全几个人信耶稣了, 正像风一相将的, 我也信耶稣, 你把布地招下来开大会, 你宣布说了, 我信耶稣了, 虽然信耶稣的举手, 那都有功效的很呢, 是不是呢, 到地方官呢, 大师长说, 我基督徒, 恐怕很多人都来, 师长啊, 我也信耶稣, 我也信耶稣, 都来信耶稣了, 你打官吗, 官不做了, 穿耶稣, 能传几个人信主了, 但他们看见了什么, 未见之事了, 知道了福音的国效, 是怎么产生的, 不是借着钱, 借着事, 不是借着学问, 借着事的家, 他愿走世家道路, 所以祝福音从他们身上, 像洪水一样流出来了, 所以也阻止不了, 就把福音传开了, 千万灵魂得救了, 我常思想了, 这个赵叔叔当了市长, 大当军长, 当宗司令了不起了吧, 他有几个部下, 几个人跟着他永远呢, 有什么国效啊, 说不定他想烦的国效呢, 很多人恨他的, 很多人想害他的, 不是肯定有的了, 他被放弃了, 就是那样消化主耶稣, 贫穷的传福音, 做逃犯的传福音, 孤孤单单的传福音, 结果呢, 把福音的国效, 大大的放出光明来了, 为什么这样说, 他看见了, 看见了, 真正跟踪耶稣, 不是叫耶稣祝福发财, 叫我支付, 要管事人更高, 那个人什么有价值, 要像耶稣一样, 放下一切, 做穷人一样传福音, 福音是真的国效, 生命的国效, 这不是一个外边人格的影响啊, 他在生活了八年啊, 这八年能做什么工作呀, 他说军人, 圣经也不懂他, 也不熟悉, 他读不下来圣经里, 文字读下来了, 一一他讲不出来, 他不大讲, 他不会讲圣经吗, 我讲个例子呀, 每逢到礼拜前聚会时候了, 弟兄姊妹说, 赵哥哥,赵叔叔啦, 明天你讲道吧, 哎呀, 我不会讲道, 那么怎么办法呢, 没有人讲道, 礼拜前聚会的话, 就很可惜呀, 隔壁一个教会, 就是叫那个, 要杀那个地方的教会, 他的爸爸是长老, 请顶礼, 听顶礼, 他会讲道, 请他来吧, 然后顶礼呢, 就反对他们这一般人, 来了讲道, 一上台就知道这个, 这个姓赵的骂他, 叫赵电臣, 赵电臣, 你懂不懂什么叫得救, 懂不懂什么叫福音, 过这种生活, 你的大军官不是带着, 一人是个青年年轻子民, 在过生活, 多数如足了, 你干什么事, 知道你干什么的了, 就骂他, 你这一端错误, 太悔改, 他一句话不想, 感谢主, 感谢主, 讲完一会儿, 圣经一纳就走掉了, 弟兄姊妹气得不再聊了, 赵哥哥呀, 赵叔, 你怎么请他来讲道来了, 骂我们来了, 骂你来了, 我们都没有面子了, 哎呀, 感谢主, 骂得好啊, 不骂我这个人呢, 还不会牵笔下来呀, 我是个坏人呐, 你们不知道, 我当军官时候, 都是坏呀, 我一个气度够了吗, 两个也不嫌多呀, 三个人不够了, 是骂着我的伤处了, 我应该好好悔改呀, 感谢主, 我对你们有非法的思想, 你们认识我了, 这就够了, 良心无愧就够了, 安慰大家, 接了个礼拜天, 快要到了, 礼拜六下午, 赵叔叔, 赵哥哥呀, 今天不要请, 明天上午聚会的, 不要请他来了, 请别人来吧, 你们不请我来请, 还请他来呀, 上个礼拜没骂够了, 你们是请够了, 我还没请够了, 又请他来了, 果然不错, 照样一上, 江泰骂, 一个多小时, 冲冲骂到尾, 骂完以后了, 祷告一不做, 正经就拿走掉了, 弟兄姊妹要请我起来, 送也不送他了, 他就说门口, 顶当老啊, 下礼拜再来, 弟兄姊妹说, 还请他的呀, 你不要糊涂了, 这到第三个礼拜六十回了, 赵哥哥赵叔叔了, 明天没办法, 明天呢, 还请顶到来讲, 你还请他, 我们不听了, 你不听我不听, 我来请, 你不听到房间去, 到别的地方去, 我来听, 我需要听, 那弟兄姊妹也不能勉强了, 好吧, 再请他来, 这次可能会缓和一点的, 讲一点的, 好像是有道理的话的, 两次骂的, 我们都没有反应吗, 第三个礼拜照样是个, 第一次离二次一样的, 骂他们, 又骂了半天走了, 你看这样光景, 虽然我很小的很, 不懂的, 但弟兄姊妹发怨言, 我知道了不, 又晕现了, 赵叔叔这么糊涂的很, 他真的骂你的半天, 你看他还请他来, 还请他来, 我小孩都不愿意听了, 他呢, 做头一派的, 讲着, 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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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这种生命, 风扬到很么地步了, 这种情况之下, 能够不影响吗, 能够不加福音有前途吗, 所以这些弟兄姊妹呢, 在道理上说的灾配不多, 但是在生命上面, 神神的扎根鸟, 因此分到再远地方, 也不发远言, 没有把信仰生活冲淡, 坚持他们当作零售的, 舍鸟爱人, 背识的架传福音, 实实在在这样广景, 到现在还有人活在世上的, 山东有一个老姑姑, 我每年去看他一次, 我去年太忙没有去看, 他已经快九十岁了, 我的妈妈把我交给他, 他就抚养我, 他是一个济南式的人, 他的父亲是一个大绅士, 国旧社会不是一般女子了, 或者是重男轻女了, 不教女子读书了, 他那父亲呢, 请家庭教师教他, 写话都是非常漂亮的很, 到现在自信的非常漂亮的很, 八九十岁了, 他自己呢, 解放以后, 读甘洞, 他就和一个弟兄结婚, 这个弟兄呢, 是个传道人, 在山东地方, 前面有一个七个孩子, 当七个孩子在这个月的时候, 他其实去世了, 忽然主甘洞这个姊妹说的, 你和他配合在一起, 为什么要抚养这七个孩子, 传道人没有人抚养, 凭信心过生活呢, 他就愿意去, 去以后又生六个孩子, 吃六个孩子, 要他抚养, 前边有七个, 后边自己生了六个, 你想, 这能融洽在一起吗, 可是想不到, 吃六个孩子, 统统都重生得救了, 从来没有争吵过, 偶然发生口句话, 他一劝勉, 哥哥弟弟, 姐姐妹妹, 相互认罪, 我认识他以后, 后来知道他在山东以后, 每一年回去看他一次, 他每一年的孩子们都工作了, 有大孩子比我还大了, 差不多年龄大了, 每一年儿女们都回去一次, 要给妈妈做个寿了, 过年过生日的吗, 怎么做寿呢, 头天回来以后, 连孙子, 虫孙都有了不是, 公寄一百多苦人, 他就宣布明天进食一千, 不能大人小孩都进食, 趁来孩子不为难, 为什么呢, 既然回来了, 我们要过树林生活, 然后第二天第三天, 他就在讲道, 开分行会, 家庭分行会, 真是家庭礼拜, 家庭聚会了, 到前四, 三年一千再听这个事情, 这很出名的很呢, 他的孩子们都很热心的很, 这个子民真是外独, 有才化的很, 但他被独立外, 积了以后, 把家庭离开, 到那一个团体当中, 去过生活去了, 非常艰苦的很呢, 他妈妈听说以后, 找他去, 哭了三天呢, 他穿一个破骨的衣服, 不定衣服了, 再给别人烧饭, 妈妈说, 你这孩子在家里面, 不要烧饭呢, 连我都不让你洗, 你到这儿来给你烧饭呢, 穿这么破的衣服, 他回去, 坚决不回去, 妈妈呀, 你信耶稣了吗, 我回去, 你不信耶稣回去干什么呢, 我一生不在一起了, 妈妈哭都走了, 爸爸气得不得了, 不要这个女儿了, 我从小这样精心培养你, 有这么的才华, 有没有光中药族, 就走那条路去了, 但最后呢, 不但是妈妈悔改了, 爸爸也信了, 姐姐也信住了, 姐姐现在才去年才去世, 后来九十多岁, 姐姐的丈夫是个县长过去, 很有地位, 结果她都洗脑住了, 我讲这些过程的意思是什么说呢, 他们当初有人看见了未见之事了, 懂得诸的话是真的可信可靠啊, 财产算什么, 天地算什么, 地位权利算什么, 管制算什么, 统统都放下来了, 当时人家是不理解他们, 他们看见了, 不能动摇他们的信心了, 到这个路走下去了, 没有见证吗, 没有生命的国效吗, 就把你不活在生命里面, 活在生命里面的话, 生命的感觉里面走的话呢, 一个小时紧一话语都不落空了, 我的妈妈当时劝我爷爷分家, 当然不愿意了, 不肯了, 就排害他, 他心里活着的很了, 就大声喊着爷爷的名字, 某人啊, 你强占天赋财产, 不给穷人吃, 不给穷人用, 天赋要惩罚你, 要还你的地, 少你的房子, 死你的人了, 这不是疯子是什么呢, 媳妇喊公子的话, 不要紧, 今天我也不可能吧, 社会也不谅解他吧, 公子他是疯子了, 是疯子不是疯子呢, 他里面被圣灵感动了, 过了某多年以后, 地球, 我们的地晃掉了, 一连三个饥荒年, 统统没有办法了, 不收成了, 把地卖给官僚地主了, 家就穷了, 地是晃了吧, 房子呢, 我们一井三里宅子, 地主吗, 大门二门三门吗, 大院子, 圣寨院子, 已经抗日胜利了, 在日本投降了,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